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什麼叫槓桿? 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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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生活中有什麼槓桿原理? 有! 指甲刀 指甲刀OK非常好 指甲刀是槓桿原理的運用 那個不知道那個叫誰 阿姬還是誰的 他們不是說他可以 敲敲板 他們不是說他可以踢起來嗎? 好,對,沒有錯 投石器 投石器也是沒有錯 對,很好 所以槓桿原理我們都有一個 簡單的概念就是 他好像是一定要有一個 支撐 一個桿子 然後那個 支點 對不對 這簡單就這樣子 槓桿原理 所以槓桿原理是他在生活 日常生活都運用得非常廣 像早期在測 秤 有沒有看過那個 五度秤 比如說在市場 муж��자 這邊要 resistance 直接放重權 裡面放歪屎 移動一下 撐滿平衡 或是天秤 天秤也是等於槓桿原理 嚇膠板就等於槓桿 敲一槓北也是一樣 是什麼 我 是这样 这是一种运用 但是它 对对对 可以非常简单 投石器 投石器很像这样 它是不是将你所持的力和物质的质量 还是一个消化 所持的力和物质的质量 所持的力和物质的质量 来做个 是不是一个支撑点 然后在两端 在一个木板上的两端 所放置的质量 然后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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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于两个东西 那个质量的大小 我们想去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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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讲说春üler 你都不过 都很没有礼貌 对嘛 每次你要花言 讲话 听到的话 每次都听到花言 一个讲话再讲两个字 我要讲的时候开始讲 有个管子要讲到哪里去了 那两个都讲到 我只有一双耳都会听不清楚 所以现在管子在发言 我们就好好直接进来讲 不要再玩都关系了 那是一个支撑点 然后两方的质量 再是支撑点的另外一桩 那支撑点的另外一桩 在支撑点的另一边看 应该说在板上的末点 对对对 什么要板上的末点 支撑点是在中间吗 支撑点在这里啊 然后假如说 那两端 就是在 等一下 Vito等一下 两端有东西 对 然后呢 然后就有那两端的质量 只有两端的质量 然后在支撑点的位置 在支撑点的位置 在支撑点的位置 支撑这两个质量的大小 在支撑点的位置 这样子是什么意思 是支撑住没有说要撑住啦 可是 这根 你这样看到什么东西 听人家说 阿拉扣了一点 然后咧 就是 好 我想画土 就比较好 好 这是 这是一个 像个线 我们叫 像个线 一个很干净 好 我在这边 放一个支点 改三角 然后这边有个动量 嗯哼 然后这个动量会改变我 给它吃多少力 然后能让它 诶 我试力越大 它就会往上了 对 那当这质量越大 那我所示的第一眼睛 让它往上 然后我 不知道是关系 要用什么东西 好 谢谢 好 这是解释了一个干擾的现象 是 好 曾宇 你要说话就这样子 要 好 那要跟太塔怎么办 好 好 你可以先说个人的事情 好 这个呢 怎么样 我后来就是说 我这个按钥匙不会被电到 这电那么小 所以没有 所以电没有经过你身体啊 一定是电到 那电没有经过你身体啊 那电没有经过你身体啊 你只把他压下去而已啊 那电没有经过你身体 电是经过铁板啊 做到你的铁板啊 做到你的铁板了 按了铁板 那电没有经过你啊 因为铁板 电会经过铁板 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大拇指 这是铁板 把它压下去 这是电池 对不对 电池通过这边是LED灯 然后 这个是 就是我们看 一床铁匙会碰到铁板 对 他应该是 我应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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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铁板呢 正极在这边 然后 负极呢 它会经过 它负极是 这个是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在这里 好 我画手 就在下面这边 好 你压这个铁板呢 现在把它往下压 让它这两个接通 接通完之后 电呢 是在这铁板上移动 电会不会经过你身体 不会啊 那 你电会怎么经过你身体 我们电要流动 要有正部级 要有高低压 要有高压 就是高压 就是低压 要大呢 啊 啊 电在大力的时候 觉得热 因为它电有很大 你快要发烫 那怎么被电到 被电到 是你 丢我进去摸 插头 不是插头 插座 我手去摸它的时候呢 我手踩 我脚踩 地板呢 地板呢 是低压 这边是高压 我摸它 电举手 我身体流过去了 因为脚是低压 我手是高压 所以电举手 因为我的手流到我身体 流到我脚 我就会被电到 可是在这情况之下呢 高压在这边 低压在这边 你身体没有压力啊 摄影子上 你跳起来就不会被电到 对 没有错 假设我的脚 穿的是绝颜鞋 我鞋子是没有导电的 我就不会被电到 所以你穿鞋子 就不会被电到 看什么鞋子 有些鞋子会导电 真的 我知道 这鞋子怎么会导电 啊 你让你当做吗 我误会了就是这个 不要误会 鞋子如果不会导电 我可以在黑板上面讲 我马上讲 可以啊 可以 刚刚突然脑袋卡 完了 完了 这是一个鞋子 然后这是一个鞋子 然后这个质量 嗯 这个质量 是 然后可以知道 因为这个质量 因为这个质量 人家在讲的时候 所以 所以这个质量较轻 然后质量较轻的就会往下 质量较轻的就会往上 OK 然后这 在这支撑点 跟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嗯 两端 两端 的 物质的 量 大小 假如这个比较重 它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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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 就往下 然后呢 这会因为比较轻 就被它所使的力 它就会往上 嗯 嗯 嗯 然后呢 假如说呢 对 那假设说 三角形 需要用四个正方形 才会打到 琴盘 然后呢 所以呢 我只要一个三角形 跟 一个正方形 比如说我当然它是三角形 那时候 所以它就会往下 那这个就往上 可是如果假如说我今天是 五个正方形 好了 那 分一个三角形 因为 我们知道四人 正方形会打到 琴盘 然后呢 所以这个就会稍微往下 然后这个就会稍微往上 OK 好 谢谢 好 智杰先生 智杰先生 我是在想说 可能是 像 就是 鞋锅里面 这是一个杠杆 那个 对 然后 对 就是杠杆 你的 施力点 跟抗力点 跟 你的施力点 好像叫施力点 跟抗力点 对对对 你支点的距离不同 那 可以改变 你手撕的力 假设 就像这样子 在这里 然后就像他做的一个 一个三角形的四个正方形 那 假设这个距离是 一 嗯 然后 然后 差不多 差不多 四 然后 这里 配合一 然后 这个正方形 还可以改变 OK 你支点的距离 就是撕力币 跟抗力币的距离 可以改变 比如说 施的力跟 施的力 没有错 所以这是阿丁 你才讲的 为什么说给一个支点 给一个杠杆 我就可以把地图人 拘下来 那地球这么大的质量 那杠杆只要够 杠杆只要够强 杠杆只要够长 那支点只要选这支点 我一个小距离 我可以用很大距离 去转换 我会把力量拘下 所以透过杠杆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把力量加大 我可以把力量变得很大 我本来只有一点的力 我可以把力量变得 好几千倍 好几万倍 好几十万倍 的力 对不对 简单来讲 我开车 车是那么大 车是那么重 速度那么快 我脚子轻易踩刹车 直 停入了 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干擾 运用 是吧 是这样 是吗 应该是考出车的 他应该是会 他那个 我只是广义的干擾定力 广义的干擾 你看 老师支点在哪里 他SVP在哪里 他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说这是一个 广泛的干擾应用 比如简单来讲 我想要把一个东西 抬起来很重 我那个杆一撑 可不可以很轻松 把它举起来 就是干擾的英雄 比如说 我举个力 你在干嘛 我在干嘛 我在干嘛 OK 这肚子很重 我抬 我其实抬不起来 可是我用呢 我就会很重 可以把它抬起来 我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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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抬起来 就可以把它抬起来 这是干擾的英雄 好 好 好 那个 我们来想一下 想一下 这是一个平面 这是一个物体 我吃这个力 三牛盾 我这边吃多少力 他才会被平衡 三牛盾 对不对 对 这个力的平衡 什么叫做平衡 什么叫做平衡 四均立体 四均立体 对 四均立体 平衡了 平衡会有什么现象 这个平衡会有什么现象 静止不动 静止 只有静止不动吗 原地不动 合力为力 合力为力就平衡了 对 静止不动 他会有什么现象 我说现象 只有静止不动 这个现象吗 原地不动 原地不动 不是 合力比较平衡了 所以 成立体想说 静止不动 静止不动 还有会有什么现象 除了静止不动 他们可能有别的现象 因为会累 会累 但是另外一个现象 还有累 我们想说 静止不动 没有别的选项 没有 是吗 还有 还有什么选项 哦 他是不是 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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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往其他地方 好 我们再往前呼吸 什么叫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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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 什么叫惯性 不容易 他不容易 所以改变 惯性就是说 他原来运动状态 不会被改变 对不对 但他合力为力的情况之下 他运动状态不会被改变 运动状态不会被改变 运动状态不会被改变 除了静止不动 他有什么可能性 那个叫做 等速运动 他有没有勇力 他有没有收到 他有没有收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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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现在讲东西吗 对 好 你说 就是 可是如果你说这样 两个可以互相平衡 那 或 或 或许可会一干 跟 这样 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里没有失利 可是这里失利 却比较大 然后这里有弹 然后这里有弹 可是 这个地方却禁止不动 为什么 应该不会的 不会 我就说 你在这边一直失利 你在一个地方 你在那边一直失利 可是你在那边一直堆 那今天有摩擦力的关系吗 那应该只是动你比较大 你说 如果现在真的静止不动 如果它是静止不动 我猜这个摩擦力 应该不会静止不动 有可能静止不动 有可能静止不动 有可能有摩擦力 你这边撕了一牛顿的力 那边撕了五牛顿 你如果它有摩擦力气速的话 它肯定有摩擦力 摩擦力比它这一公斤 一牛顿 摩擦力比它一牛顿 摩擦力比它一牛顿 对不对 那这是地板 所以这五牛顿实际上 会被地板抵消的 这法是用力 它就静止不动 对不对 它有可能 有感觉的 是啊 OK 好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现象是静止不动 没有问题 但是冠心运动 我们讲过了 冠心运动 主要是所受合力为力 它的情况就是 叫做等速度运动 等速运动 也是合力为力的情况之下 因为有没有看过 那个就是 溜冰 女生跟男生 两个在溜冰 然后一个是正面 就是两个面对面嘛 对 那两个是往那边动 但是女生也在推她 她也在推她 两个是合力为力 可是为什么两个是向后移动 因为有摩擦 相较之下 他们两个在乘惯性运动 当然当下是行冠军运动 就两个用同二组往前移动 合力为力的话 还是可以行冠心运动的 懂我意思吗 不懂我意思 比如说 那应该反多右 反多右 反多你 什么你反多你 可能我好像不错 我今天讲的是 这个 这个物体 它现在被 左边是一个力 三角度 右边是一个力 三角度 两个力互相平衡 这是合力为力的情况之下 他除了经测不动 他有可能 他也有可能是成 等速度运动 他运动速度多少 所以我说有几个可能 他现在有几个可能 所以有人觉得说 你是 你先 插推 他 对 他就成等速度 这情况 很多时候 比如 我从 我从十楼丢个板 他下 这时候 地心里在拉他 他是会来的快 地心里有加力度 可是当 有些 有的时候 空气的阻力 也变得很大 空气阻力跟 地心里相等的时候 这时候 他会禁止不动 他就整直度运动 那怎么才禁止不动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你度到空中 度到一半 好 可是 这个 不是有一个 一个 一个 就是 什么 飞时装 飞时装 对 他可以停在空中 他没有办法停在空中吗 他能够停在空中 只有个情况之下 是比如刚刚的地区 有上升气流 对 那他可以停在空中 停在空中 停在空中是因为 空气往上吹 他掉下去速度跟空气往上吹 就平常掉了 但这不是 一般来讲 比我简单了 我现在空中丢个降落场 他开始等速度运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重力 刚刚才能够大力 那他 两个力底下了 那有没有可能 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 有可能 有可能 那时候他受了一个向上力 并不是他们受力 他还是有受力 所以会往上移动 对不对 那我现在讲的是 假如我现在丢个降落场 空焦虑 他开始之后 速度开始变快 他不然是什么 快到他的摩擦力 等于重力的时候 他开始形成等速度运动 他不会停止 他不会加速也不会减减 对 他不会加速也减减 我们说 你有这个东西是力不强吗 你有力量 一定有加速度 有力量一定有加速度 你有加速度的时候 你速度会改变 假设速度会0 假设没有力量的时候 是不是A等0 要速度就不会改变 就速度就不会改变 他会以为你说这个图 是有增加速度 OK 所以程度就是弄不到 好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物体的力平衡 对不对 一个物体的力平衡 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杠杆部分 好 回来这个 回来这个图好了 我要上下厕所 好 好 再和一下 三分钟放回来 再和一下 好 那就六分钟 好 这样就会干什么 加速度在六分钟以前 很好啊 我给你开拍手 好 现在放个东西 一放的时候 会怎么样 它往下 我们再距离一点 是往下吗 还是它会怎么样 它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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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倾斜 那假设这是 好 应该是旋转 它不是直向下 它是旋转 向下的话 它一直往那边走 所以它不会一直往那边走 它要往那边走 它会这样子动 是不是 它会旋转 以谁为之铁都旋转 应该是旋转 它会旋转 对不对 看下要不要让它旋转 应该要怎么离谱它 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 再加一个 另外一个地方也加 nuovo 另外一地方也加一个 另一个地方也加一个 让它平止旋转 对 让它有想要往另一方向旋转 所以刚才有点简单来讲 就是两个旋转的现象要平衡 这个旋转的现象呢 本句话叫做力矩 叫做Tog Tog是等于什么 等于力量 承上距离 这个Tog好像是T-O-R-Q-U Tog Tog 它还是自己发K的音啊 所以让它旋转 让它旋转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像腰板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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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绕着圆心在旋转 那是感觉 怎么可以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那应该怎么讲 那你要让它旋转 假这个主力 你想要抵抗那个旋转 你试着力这样旋转 你试着力这样有效 要看 不要要看 有没有效是问题局有没有效 有 有效可以抵抗它的旋转 对吧 那你说平衡 那就是看力的大小 对 但是可以抵抗 对不对 对 我试这样的力可不抵抗 也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我试这样的力可不抵抗 可以 有没有什么情况是要我试了再大力都没有用 有 哪个地方会试再大力都没有用 试探 为什么你要讲 那你可以讲 人家都不可以讲 我讲啦 他没举手 你还没讲 你也没举手啊 但是刚刚试探 刚试探 可是我的问话是一句 你回答应 我一句你回答应 那我下一句话他就回答 有什么关系 你有笑这么在意吗 好 是不是这个力 就抵抗不了了 是 我这个方向的力我再大 我是无限大的力 需要看他会不会抵抗它的旋转 不会 所以我们就看那个现象 原来跟这个 在垂直方向投影量 什么叫投影量 我们投影量知道 不知道 投影量 不知道 前段可以讲 这张纸 假设这顶上有个光线 这样子 有影子吧 有 这样子没影子 有 这样子没影子 有 这样子没影子 没有 有 好 听 假设这也是一个非常薄非常薄 几乎 没有厚度的纸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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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看不见 像这也就看不见 好 假设这张纸的厚度是0 有 假设这张纸的厚度是0 请问这样的影子 没有 就没有影子 厚度是0 对 数学上是这样 数学上的定义 线有没有直径 没有 线是没有直径的 点有没有大小 没有 没有大小 那是数学定义 对 这个数学定义的面 只有面积 没有体积 只有面积没有体积 什么存在 不存在 但在计算中 对 它存在理论中 存在数学中 在这个面积 没有体积 对 二次元 它是面积没有体积 所以当我这样的时候 请问它的头颜量是多少 0 0 好吗 我这样头颜量大吗 不大 一点 这样头颜量就大 对 是吧 对 好 所以我想要在这个方向 得到一个头颜量 在什么方式最有效 跟动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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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这个能力 都取它的头颜量 这个 头颜量是0 所以它不管在多大 它就是没有最多力 它对这个干肝均的方式 对 它没有逆向的头颗 假设这个方向的头颗 我们头颗是用手 手方向的 这个方向旋转右手 这个方向旋转 头颗在这边 这个方向旋转 头颗在那边 所以这个方向的头颗 要等待它方向头颗的时候 就平衡了 有吗 所以当我这个方向的力 是没办法造成头颗的 所以它就不会平衡 它就一直旋转 它就掉下来了 好吗 所以我要产生一个 有效的头颗 一定要这颗方向 OK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要看一个 假设这是左边 等于 右边 这就能够平衡 简单来讲 这是一个杠杆原理 OK 那杠杆什么定义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的力量乘上你的势力力 我这个重力乘上我这个距离 就是我的杠杆大小 我的地区大小 T 好 这个力量是等于Mg 等一下 那T是什么 T就是spoke 就跟我们原来讲 F是一样的意思 A4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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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是一个旋转的力矩 这叫做力矩 F乘上距离 距离是 距离是到 施力到支点的距离 我说那是 F乘以什么 D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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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型D 那F是什么 F是低量 等于D 好 那不可以拖位子 蛤 需要给你拖位子 按个赞 按个赞 出来 出来 D是什么 D是距离 所以施力点到 D正点的距离 等一下小学学过 小学学过 小学学过 学过怎样 我就忘了 我就忘了 在复习 你也记得 我再复习啊 要一定要把我手脸的 你也要统一统 好 所以呢 停 回来 所以呢 假如我的力弊很长 我去比一下这个 这个 抗力弊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我只要撕在力弊 对 好 像这个应用 有一个 曾经有发生 有趣的事情 有几个例子 真的吗 对 很有趣 有一个台风天 把我们需要的树给推倒 就是树推倒 就是树推倒 就一颗大树 就是树笨的 然后有一个人可以打到 不是 一颗树被推倒 然后呢 同学想把他给拉起来 一群同学团的同学想要把他拉起来 他们就绑了绳子 绑在这个树梢上 因为想到树梢上 这样 以这个为支点的话 born树梢上 尺度比较长 对 这样比较 Deutsch 乱 utiliser 树 树 楼就村被推倒了 一群人 正在那边 拿着伸出来 拿着伸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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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树会否拉起来 会 但是很难 嗯 几乎是不会拉 真的很难 р 等於有點高度啦 而且那是在一個山丘上 所以有機會 所以你講這個想把這根樹拉起來 你要怎麼做 我一定要站高點 你在樹下面放一個大 在樹這邊放個大石頭 這樣子嘛 OK 這裡講得非常清楚 其實這是一個概念 那是一個方法 沒有錯 這講的也是個方法 我說我們可以把樹先稍微立起來 然後就會拉 OK 樹立起來就要把他推起來 對啊對啊 可是樹其實是很重的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地方可以 我一直講的是一個方法 對對對 都是一個方法 結果那都給他們建議 我給他們建議 他們覺得很怪 他說我們去把那個足球框移來這邊 把繩子 透過足球框再去拉繩子 這樣容易啊 這樣容易 他們說不要啊 幹嘛那麼辛苦來幫他們足球框過 幹嘛一直拉起來 就是你講的 有人在那邊推 有人在那邊拉 當樹有一個角度的時候就拉得起來了 你看 對不對 當樹有一個小角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增加你的有效力局嘛 你有效力局可以增加了 你就可以拉得起來了 我的人力永遠是讓他平行的嗎 好 實際上我今晚辦到的那個樹好不容易用起來 那是底下根沒有完的張式 所以說他們要有一個人不曉得 不知道哪一個存在 不要再拉了一下 然後就往他那裡走 沒有 那個洞已經刮起來了 那洞已經刮過了 所以只要立起來 再把土重回就可以了 可是就是要立起來之後 全部人一堆人 十幾個人想要拉繩子 就拉不起來 因為太重了 十幾個人而已 對 但是重的原因不是那個原因 你這個力量在土間當然沒有用 因為你的視力 你的角度很小 角度幾乎會領的時候 你幾乎沒有用 好笑 對不對 你的投影量很小 所以你要放來投影量 就把它放下來 所以為什麼你看很多那個 吊車 吊車它事實上是 不但它只是一個桿子 它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繩子可以這樣拉起來 這個繩子是 要把這筆舉起來的時候 你需要有一個力量 是讓它可以往這邊施力的 是往這方向施力的 如果你是繩子這樣拉的話 這桿子舉不起來 對 這是一個轉軸嗎 你想把這桿子舉起來 這方向力可以把這桿子舉起來 這方向的力可以把這桿子舉起來嗎 我是拉這繩子 我可以把這桿子舉起來 這是轉軸 有看得懂嗎 看不懂 這個白色這個轉軸 黃色的是一條線 我如果現在這樣布置的話 我這樣往下拉這條線 這個桿子會不會舉起來嗎 這是一個桿子 這是一個桿子 這是一個支點 對 我想把這桿子往上排 我如果把繩子這樣綁 這樣拉繩子 這桿子會不會舉起來 不會 會吧 怎麼舉起來 不會吧 這樣不會舉起來啊 這力是往這邊拉 這不是 一樣沒有力舉嗎 所以你要把它舉起來 一定要是把這繩子往上排 要變這個方向的繩子 往下拉 這繩子還會起來啊 是不是 對吧 對 你要有什麼路啊 這是桿子的運用 好 我們來想一下 生活中的不同的運用 有沒有用過螺絲旗子 有 螺絲旗子跟桿子的圓圓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啊 螺絲旗子是一種酒的名聲 再講一遍 螺絲旗子是一種酒的名聲 對 是一種酒的名聲 這間也沒有錯 好 這是螺絲旗的餅 可以輕鬆固定物體 固定螺絲 這樣子 這是螺絲旗的一隻旗子 那一樣不錯 我要鎖螺絲 好 那我是握這裡 假設我沒有這個餅 只有這根鐵困紙 鐵困紙 你可以鎖下去嗎 可以 你這麼厲害 子力要大 子力要大講得非常好 子力要大 假設你沒有子力呢 也是可以 所以你要有個把手 所以簡單來講 假設這是幹藏的話 你的施力壁在哪裡 在那邊 施力壁有多大 上面那個輪 輪子的怎麼樣 輪上就是施力壁 所以施力壁有多大 問你施力壁有多大 施力壁 等一下 這 多大 多大 那個輪的半徑 OK 非常好 輪的半徑就是施力壁 這麼大 我聽到 你在施力是不是斜線方向施力 是不是 所以旋轉軸在這裡 你的施力是這麼大 對嗎 我就知道 那你的抗力壁在哪裡 等一下 我不懂 你要把它旋轉 你的力量是不是在它的周圍 旋轉它 你在它周圍旋轉它 你是不是斜線方向 在它圓周的上面 斜線方向有施力 對 施力 是吧 對 所以它施力壁大小 是不是從圓經到你的圓周 是它的半徑 對 對 好了 你的抗力壁在哪裡 左側半徑 哪個軸 底下的一個鐵 是這根鐵嗎 我小心左 這個螺絲在這 是螺絲的半徑 對吧 螺絲是要鎖到木板 或鎖到土裡面 就會鎖到鐵板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接觸面積的摩擦力 在那邊做一看 對 是不是這個地方 有它的所謂的這個叫做 抗力壁 抗力壁是這個聯盟的半徑 對 對吧 這裏你OK嗎 OK嗎 這裡在製造一些奇怪的 哪裡不OK 再說清楚 哪裡不OK 黃色線是一個 一個檯面 它把這個螺絲鎖進去 所以它的摩擦力 是在這個螺絲的周圍 所以這個摩擦 這個螺絲的 走下去的時候 這旁邊的東西卡住了 所以你要抵抗它 這個是它的抗力壁 是它的半徑 是它的半徑 當然清楚 我說走就有蘿蔔乾 走就有蘿蔔乾 走就有蘿蔔乾 什麼意思 沒有 沒有 OK 萬一 有一天 這螺絲鎖進去 你把它卸下來 就發現它生鏽了 卸不下 鏽了 表面有長一些 卡住了 這螺絲呢 你還是沒辦法卸下來 這是送的 請問你怎麼做 第一油進去 第二就是這個方法 如果裡面有油 奶油 把牆油 第一油是做什麼事情 讓它 不要不要 減少摩擦力 減少摩擦力 是不是讓你這個 假設這是個槓桿來講 什麼 假設槓桿 這是螺絲 這是那個餅 頂的位置 這是我們的施力的位置 這是螺絲的位置 螺絲 我現在加油 是減低的什麼 螺絲 是減輕的 把這邊的力 降低對不對 OK 假設你現在加油 還是沒有用 加更多的油 燒掉 假設這個螺絲剛好有個洞 我現在再做一個鐵管進去 放一個鐵管進去 然後就可以在那邊施力 這樣好一點 多了 可以啊 當然有好一點啊 這要是延長你的 你看我的本來施力壁只有這麼短 我現在施力壁這麼長 等等等等 那我會這樣 你說 好 這也畫一個有趣的圖 但是請問一下 就算是這個樣子 好了 我後面在那邊施力 我這畫面要力 小肉是這畫面要力 有效勢力力有多大 從那一個箭頭到原的那個 到輪的半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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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那個 借我畫一下 那一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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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麼長嗎 不是只有紅色都對嗎 好 想清楚喔 停 看這裡 簡單這樣 我們延伸喔 延伸這個力的方向 從這個地方 畫個圓 讓它形成切線 這個是有效的切力 這是有效的力 就有這樣子 這樣才對 懂嗎 這樣 施力方向決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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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怎麼加一個感覺的意思喔 假設你看 我這個方向施力 我把這個力延伸 跟我的點 做個 跟這削線 做圓心 你發現 發現 我的半徑是零 可是我如果是這個方向施力 我把它延伸 跟它 以這個點為點 我要做個圓 跟它做相切 這是不是我的半徑 有這麼大 這就是有效的 有效的施力點 有效的力矩 應該是那個圓 對 這個圓 這就是我的有效施力地 那個那個 對不對 像這個情況之下 我的圓心在這裡 轉圍在這裡 我的力的方向這裡 我只能是這個方向去延伸 後面跟它做個圓 跟它相切 這圓的半徑才是我的施力地 對老師 我想問一下 力矩 和力幣是 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力矩 是這個 力幣是這個 所以那個羅斯奇 以羅斯奇來講 他那個 你握的手把 圓圓形 剛剛變了這個半徑 是力幣 然後力矩是 跟力的成績 跟力 撐起來的結果 好 我這邊看到有個東西 我簡單做個例子 來 所以力矩等於出力幣 力矩 等於抗力幣 抗力幣是一個距離 力矩是力成的距離 這是抗力幣 不管你抗力幣或施力幣 它就是一個距離 對不對 力矩 力矩 是力量呈上一個距離 所以那個 螺絲要受到那個 受到力是力矩 螺絲 受到一個力 你要呈上它的半徑才是力矩 對不對 呈上這個螺絲的半徑 現在這是一個 那我寫錯 螺絲起子 比如這樣 這是一個 這很奇怪 剛剛我們 攝影的說的方式是這樣 這是一個螺絲的柄 這是螺絲起的柄 螺絲起的柄 螺絲在下面 是螺絲在下面 假設我現在只有上面這個東西 我去鎖它很緊的時候 鎖不動 我就想加一點感覺 我這樣推它會好一點 那 那我再加長一點 對 它就加一個 結果它往這邊推 跟我直接在那邊推 一不一樣的意思 一樣 一樣的意思嗎 對不對 那假設我現在加長了 結果我說 好 那我已經加長了 所以往這邊推 會不會好一點 不會 我向著圓形推 請問你有沒有產生力矩 好 有懂我意思嗎 你說 那 那 如果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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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伸出來 那個 再黏到 你那個 下面 是 你這樣中間 是 那些 看你的強度 如果這強度已經夠了 那些跟哪邊 有意義 所以 這算不夠 對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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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夠 那些 有意義 我現在就 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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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 我看過 那一場 還不是因為搞笑 你小子還沒在腦中 來 那個 這樣你來幫忙 那不是我的 痛渴 這 這 這 要換這兩個 這是我們的 螺絲起子 你看這邊 這是我們的螺絲起子 這是底下的螺絲 好 你握住這裡 螺絲很緊 對不對 可是我這樣 你想辦法 進程上我不要旋轉 用力 我的力量是比 螺絲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如果說我現在 現在很緊對不對 你拿上面一點點 我現在拿工具來幫忙 好 我現在把它夾住 好 我現在夾緊了 夾得不夠擠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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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其實你幫用你的腳 我靠 好 再一次 七零 你有沒有再夾緊 應該可以吧 好 再一次 啊 會掉了 其實我太強了 你太強了 那東西就一定會解釋啦 什麼 轉那個東西 好痛喔 對 轉那個東西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 我要講的是 麥克風夾成衣 好啦 我現在不要真的夾成衣 我現在只是一個 一個意思 你都會意思的 但是 我現在做另外的事情 只是使用褲子 對 我剛剛把他夾成衣 對 唉 現在 你不夠吃力 好 等等等等 要不要退 你先扶著一下 我現在呢 你這樣推 我的力的方向 路的方向的時候呢 你看我們是不是這個原心 是最遠的距離 等等等等 可是我的力會變成這樣子 有辦法旋轉嗎 是沒辦法旋轉的 所以你要看你的力的切線跟圓線的距離 最遠的時候是可以達到最大的力距 所以說我從這邊轉 反正你從這邊轉 對 那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現在是這邊轉 有沒有辦法轉的力距 有辦法 一點點多 是有辦法 一點點嗎 這樣可以轉 這樣你看這個切線畫像是有點切線的 可是你講的話很簡單 那效果不好啊 我剛剛講效果不好啊 對 我這樣效果好一點嘛 但效果是比較差的啊 但還是會有 會有一點點力距啊 效果是比較差的啊 好嗎 好 好 OK 好 所以這樣有一點點乾淨的嗎 我拿上門 好 門把也是一樣喔 我們這邊有門把 家裡的門把不是也是一樣 就是 它中間的旋轉軸很小 但是我前面的門把都很大 也是靠這種力距的 可是你可以因為這樣推動 所以就不要好開了 你轉它 不是為了推動 因為轉它是為了把裡面的那個 收起來 你上車手不是裡面旋轉的那個 有個那個叫什麼 門栓 門栓 對 謝謝你 這是一個門 這是門吧 我聽到好聽的聲音 好 這個地方不是會有一個那個嗎 會有一個門栓嗎 你旋轉這個 不是為了推門 旋轉這個 不是為了推門 是為了把這個收回去 可是這樣 我是說 對啊 嗯 你製作完 然後你上面 為什麼還有這個 它還有這個 當然 要為了助於推動 是不是 我不經常做你圓啊 我也可以做成這樣 你知道嗎 對啊 我甚至可以做成一個 我是說 我甚至可以做成一個 我甚至可以做成這樣 只是因為助於推動 是嗎 第二天 我們現在講 概感是 你做這個門把 是為了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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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推動的門 好吧 這個門 那這個門 這個門 也沒有旋轉的門把 我要是可以推動它 怎麼會呢 不可 太生氣啊 我沒有的門把 我完全可以推動它 是不是 對不對 好傷心喔 我領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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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跟我旋轉的門把 沒有關係啊 跟我的旋轉的門把 沒有關係啊 好你只要再講 我當然是在講旋轉的門把 哇 欸 很痛耶 很痛啊 OK 好想說再一次 對 下課了 這是我的武器 好 這武器 你放指頭